昊月当空 第二百九十章 龙当当的表白 二位九阶此时的脸色都显得很难看 他们悄然先到腾龙城 潜伏在龙家附近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子 无论是从他们个人角度来看 还是从圣殿总部 都认为这已经是万无一失的了 两位九阶神圣骑士 加上一位九阶法神 这等组合 就算遇到高位九阶 也绝对有一战之力 能够坚持相当长的时间 足以等来援军 有传颂阵的存在 最多二十分钟 就能有圣堂层次的强者降临 可谁知道 亡灵国度为了对付龙当当 龙空空这两兄弟 竟然使用了一件 能够隔绝外界的强大神器 直接针对着哥俩下手 虽然还不清楚 他们是如何破开的屏障 但相对来说 他们这三位九阶 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眼睁睁地看着两名弟子落入险地 而且 他们此时还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亡灵国度 对于龙当当和龙空空的重视程度 要比圣殿总部的认知更高 否则的话 刚刚那结界 就应该不只是 将他们哥俩笼罩其中 也应该包括光明神女 林梦露才对 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亡灵国度对他们兄弟的重视 甚至还要在林梦露之上 要知道 林梦露可是内定的下一任牧师圣殿殿主 甚至被认为是 牧师圣殿大兴的存在 一道道圣光缭绕 从天而降 不断地注入到龙当当和龙空空的身体之中 圣歌回荡 空气中的光元素 几乎是瞬间就浓郁到了极致 爷爷 林梦露急声叫道 林老爷子身穿白金色的华柜牧师法袍 手持洁白权杖 脸色凝重地注视着眼前的兄弟俩 身为圣堂 他是不能轻易离开圣城的 但在龙当当他们遭遇袭击的时候 三大九阶立刻就通知了圣堂 林老爷子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看到的却是两位外孙重伤的景象 林殿主 海继风 紫天舞和那叶 纷纷向林老爷子行礼 林老爷子不只是圣堂 论资历也比他们高得多 算是长辈了 什么情况 林老爷子一个个强大的治疗魔法 不断地落在龙当当和龙空空身上 也不见他吟唱咒语 而且还能分神去询问 圣堂层次的强大实力彰显无疑 紫天舞有些惭愧的道 亡灵国度动用了一件神器级的封印装备 我们尝试了半天都没能破开 后来还是内部破开了 我们才能进入其中 有一名至少是九阶二级以上的王者剑圣 攻击了他们 紫天舞他们能想到的 林老爷子自然也能想到 脸色顿时变得越发的凝重起来 陈生道 走吧 先带他们返回圣城 这里不能留了 亡灵国度都已经动用到了神器层次的装备 来对付龙当当和龙空空 那么 整件事情就必须要重新评估 才行腾龙城是不安全的 圣堂不可能因为他们俩而驻扎在这里 唯有圣城才能确保他们的安危 是 众人在抵达腾龙城连一个小时都不等 就重新踏上了归途 在林老爷子的治疗下 龙当当和龙空空只要还有一口气再都死不了 伤势已经基本稳定下来 但却依旧处于昏迷之中 19115897 猎魔团直接被送进了圣城总部 回到了他们原本的住处 林老爷子匆匆离开了 显然是去向圣堂汇报这件事 两个六阶在圣殿联盟来说并不算什么 但能够让亡灵国度都动用神器和九阶二级以上强者来袭击的六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自己这两个外孙的安全等级必须大幅度上调才行 龙当当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 先前的战斗全面被压制的过程不断在他脑海之中闪烁着 一句句分身被毁 让他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度虚弱的状态之中 这并不是治疗就能够恢复的 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被割裂了似的 龙当当的意识一直处于一种奇异的状态下 他仿佛感觉到自己处于一个紫金色的世界之中 紫金色不断的翻涌 修复着他仿佛已经失去了四肢甚至是头颅的身体 林梦露手在龙当当的床前已经有三天三夜了 龙当当始终处于昏迷之中醒不过来 哪怕是在林老爷子的治疗下也是一样 谁也不知道他们兄弟两人究竟是遭遇了怎样的攻击 竟然受创如此严重 唯一庆幸的就是 林老爷子肯定地说 他正处于一种自我修复的状态之中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林梦露将手覆盖在龙当当的额头 感受着他的体温 自从昏迷之后 龙当当就一直处于一种高热状态之下 皮肤表面甚至还会偶尔散发出忽明忽暗的光芒 气息并不稳定 林梦露只能是不断地将一个个柔和的治疗魔法 释放在他身上 为他滋润着身体 龙空空在隔壁 同样也在沉睡 和龙当当不同的是 他的状态就显得平稳一些 只是生命体征较弱 但却并没有太过明显的波动 这次袭击的到来 实在是太突然了 以至于当时 他们都没能反应过来 而当那墨绿色将龙当当 龙空空两兄弟吞噬的瞬间 林梦露甚至觉得 自己已经要失去他了 尤其是在三大九节到来之后 也依旧无计可施的时候 心中甚至都有些绝望 想到这里 他就忍不住握紧了龙当当的手 从小到大 他都是天才少女 无论是在家里 还是在学院 甚至是在牧师圣殿之中 他都是如同公主一般的存在 他还从未感受到过 这种要失去最重要存在的感受 也从未像眼前这一刻似的 如此渴望实力 他的成长速度已经很快 很快了 但是 他却明白自己现在的成长还远远不足 面对真正强者的时候 他根本无法去对抗 更无法改变 如果自己能够强大一些 如果 现在 他心中唯一庆幸的就是 龙当当和龙空空祸下来了 他在心中暗发时 一定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一定 不知道昏迷了多长时间 龙当当隐隐有种感觉 仿佛自己破碎的身体 渐渐愈合 断掉的肢体仿佛已经重生那紫金色的世界 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似的 在那个世界中 他隐约之间似乎看到了小八的身影 但和小八不同的是 在这紫金色世界中 他看到的并不是只有三个头的小八 而是拥有着六个头颅的他 只有背影 而小八身上的龙铃 更是泛起了一层层紫金色 如果想救你们的父母 就来亡灵国渡天灾城 冰冷的声音在脑海中回荡着 龙当当突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骤然从昏迷中惊醒过来 他猛地睁开双眼 瞳孔骤然收缩 身体也僵直了 趴在他床边睡得很熟的林梦露 也随之惊醒过来 抬头看向睁开双眼的龙当当 惊喜得道 当当 你醒了 如果想救你们的父母 就来亡灵国渡天灾城 龙当当脑海中依旧回荡着那冰冷的声音 而此时的他也渐渐回过神来 他想起来了 这个声音 正是那九阶女王者临走之前所留下的 天灾城 天灾城 之前所有的猜测 似乎都没有疑问了 巫医父母就是被亡灵国渡抓走的 而现在 他们就在那所谓的天灾城 亡灵国渡天灾城 他的脑海中正 纷纷乱乱地响着 却感觉到手掌一暖 已经被柔软的小手握住 他下意识地扭头看去 刚好对上了林梦露那双成车到极致 却带着担忧的大眼睛 表姐 我没事 龙当当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是沙哑的 林梦露柔声道 先别多说话了你才刚醒过来 好好休息 龙当当道 空空呢 他怎么样 林梦露道 和你一样也在昏迷之中 龙当当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文言点了点头 他们是双生兄弟 血脉相通 他能感受到龙空空的气息安稳 并没有大碍 毫无疑问 这一次是他们所面临过的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袭击的敌人只有一个 但那完全无法抗衡的恐怖实力 却让他们根本没有侥幸的可能 如果不是空空激发了体内的那种奇异血脉之力 恐怕他们就已经直接交代在那里了 用力地深吸口气 龙当当双手支撑着站起来 梦露赶忙上前扶住他 你别太着急 总会有办法的 林梦露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实际上自己心头也是一阵沉重 九届王者的突袭 已经意味着龙雷雷和灵血的离开 绝不是自主行为了 确实是已经落入了亡灵国度手中 亡灵国度也完全知道 他们与龙当当龙空空 这兄弟俩的关系 亡灵生物的智慧 比想象中更加可怕 这也是最为难办的事情 龙当当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的 放心吧 我没事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林梦露微微撅起红唇 跟我还需要谢吗 正在他说话的时候 龙当当却突然张开双臂 用力地将他拥入自己怀中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吓了林梦露一跳 他都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之中 只是 这温暖的怀抱 却有些颤抖着 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双手 在犹豫了瞬间 还是轻轻地落在了他背上 而他的拥抱 却变得更紧了几分 他能感受到 在这一刻 他对自己的依赖 甚至能感受到 他内心的无助与彷徨 没事的 没事的 他只能轻声安慰着他 龙当当的呼吸 渐渐变得平稳下来 梦露 有你在我身边真好 如果 如果我能把爸爸妈妈就回来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是可以的 林梦露呆了呆 他确实没想到 龙当当会在这个时候 向他表白 感受着他那身体上 瞬间增加的热度 翘脸羞红 却有些恶狠狠的道 龙当当你 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啊 龙当当一愣 下意识的就松开了双臂 看向林梦露 林梦露翘脸羞红 更显美艳的不可方物 但此时却有些气恼的 看着龙当当 你抱都抱了 还要等什么以后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 不许反悔 不许背叛 不许离开我 你要天天守在我身边 永远做我的骑士才行 看着翘脸上 带着点霸道的他 龙当当顿时心都要融化了 但脸上却流露出一丝苦涩 可是 我不确定 我能不能平安地 将爸妈救回来 我 林梦露却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你想什么呢 无论什么事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而且 你已经抱过我了 你碰到我的身体了 你知道吗 你这就已经算是 以身相许了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明白吗 我会陪你一起 去一和一副 无论怎样 我们都在一起 表姐威武 表姐霸气 不 大嫂威武 房门处 突然传来了充满赞叹的声音 龙当当和林梦露骤然回头 只见脸色有些苍白的 龙空空正站在那里 双手同时向林梦露 竖起了大拇指 林梦露顿时 翘脸大红 身上金光一闪 光之月迁 瞬间涌出 人直接就消失了 龙当当恶狠狠地看向龙空空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吗 龙空空则是一脸无辜的道 这能怪我吗 我可是在醒过来之后 担心我亲爱的哥哥 第一时间就来看你啊 没想到却见证了如此重要的时刻 表姐真好啊 当我大嫂我同意了 龙当当翻了个白眼 谁管你同意不同意 龙空空道 反正你已经被大嫂巴占了 你也跑不了了 挺好的 一边说着 他走进房间 顺手关上了房门 兄弟两人对视一眼 脸上的神色渐渐收敛 龙空空渐渐簇紧眉头 道 哥 天灾城在什么地方 中国轄勿 炭 拍葬 证